這一張是蘇惠發展部 去要求 支撤會執行長 提供相關資料 他所提供的 就是兼職申請書 到底你兼職有沒有申請 當時他們不是一直在質疑別人 說兼職沒申請 那你執行長你兼職到底有沒有申請 這一張公文 應該是 他們提供給蘇惠發展部的 說卓振宏兼職有申請 好這一張有什麼問題大家來看一下 兼職職務申請 他在這一張公文裡面說明 其實這不是正式的公文 他是一個說明 說卓振宏指派兼職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就是我們大家關心的 鐵道技術研究其驗證中心董事 另外我們來繼續看 他有社團法人台灣未來協會監事 好這個是他的兼職申請的說明 說他有申請 注意看大家說他都勾五幾職五幾職 2021年3月到2024年2月 以及另外一個兼職是2019年8月到2021年8月 五幾職都是五幾職 你如果是兼職申請 一定是在還沒兼職之前申請的 不可能是說兼職之後才申請 也不可能說還沒確定要兼職就申請 這個兩個兼職啊 一個是2021年的3月 一個是2019年的8月 兩個相差一年多快兩年 一年半的時間 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不是原始資料 這個是他後來再去補的資料 因為你不可能說在2019年8月 那時候要兼職這個 台灣未來協會監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2021年3月你也會再兼職 鐵造中心的 董事啊 你怎麼知道一年半後你還要兼職 所謂的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董事呢 就是說他這個不是原始的兼職申請書 一定是如果你是兼職一定是 我即將要兼職我就提出申請 好2019年我提出申請 我要申請這個未來協會 然後等到2021年3月之前 那個時候我再提出申請 我即將要兼職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董事 這兩個寫在一起 這個都是事後補的資料 不過你怎麼2019年有辦法知道說 我2021年還要再兼職另外一個兼職呢 所以這個不是原始資料 我們已經去含要求調原始資料 你到底當時有沒有兼職申請 申請的時候內容是寫什麼 是有幾支還是無幾支 原始資料要調出來 你回覆給這個數位發展部 你說是無幾支 這個是支社會自己提供 說他是無幾支 但是在這個鐵道中心那邊 卓振宏董事 這個寫得很清楚 叫兼職酬勞 按月算的喔 一個月8500 所以他10個月領了8500 這個第一次結算他的薪資酬勞的時候 他領了8500 好 那裡面很清楚喔 列出說 有出席費 有車馬費 但是他都寫0嘛 只有寫兼職酬勞 8500 這個8500 因為那時候是10個月結算 他已經堅持10個月 這個不是酬勞這是什麼 按月計算的 我們對出席費 車馬費的概念 這個在預算上都有不同的科目 出席費車馬費就是按次計算 就像你參與審議 外部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或是當評審老師 你每次出席 每次出席 你就會領所謂的出席費 車馬費 按次計算 不會按月計算 因為 你到底要出席幾次不知道 所以這個很清楚耶 在預算科目裡面都很清楚啊 你既然是堅持酬勞 人家那邊都寫得清清楚楚 然後說 這個是車馬費 出席費 這個就是按月計算的 車馬費出席費是按次 你開會一次你才有一次的車馬費啊 交通部的鐵道局 韓文給卓震宏的時候 就問他說 我給你的那個兼職費啊 是 要匯到你個人帳戶喔 好 他規定啊 相關規定 照我們支撤會的規定喔 如果是車馬費 跟出席費 補助性的 他可以 匯入自己的帳戶喔 但是如果是酬勞 分紅喔 不能匯入自己的帳戶 這個是支撤會 內部自己規定的 所以你只要是有幾職的酬勞 分紅 你不能匯入喔 自己的個人帳戶 你要提供支撤會的帳戶 讓這些你去兼職的這些 協會或是法人 你擔任董事 你要提供 支撤會的帳戶給他 好 當卓震宏 收到鐵路局這一張公文說 我要給你兼職費了 那兼職費就是兼職酬勞啊 那你提供個人帳戶 欸他就提供啦 給他啦 你卓震宏難道不知道你支撤會裡面的規定嗎 你如果是酬勞 兼職酬勞 分紅 是不得賄賂自己的帳戶 你當執行長 你還不知道嗎 結果你還提供給個人帳戶給他 你應該要提供支撤會的帳戶啦 卓震宏說謊引力 而且還拒絕認錯 請支撤會要說清楚 另外 社會發展部 要負責調查 你們政風單位不要睡著了 我們這不要牽涉政治 那你就把他內部的事情查清楚 不要試圖想要對吹哨者恐嚇 查水表 這是最令人不辭的事 卓震宏竟然喔 開始恐嚇 吹哨者 說他要找出來 要把他開除 然後另外呢 還要求調查局 要去調查這個吹哨者 齁 我聽得很氣啊 我們都在推動吹哨者保護 結果他自己不講清楚 反而要去 懲處查水表 所以今天我就再開一次記者會 同時喔 這是我的要求 數位發展部喔 一起來說明的公文喔 但是數位發展部不敢來啦 不敢來參與這個記者會啊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要嚴厲譴責數位發展部 你作為主管機關 新成立的部會 對於資策會 你的下面的公法人資策會 你不敢去調查 也不敢來說明 這個我們後面喔 還會繼續追究責任喔 這是我們發給 數位發展部的公文 他們不敢來參與 也不敢來說明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就會有折扣喔